芹菜是血糖帮兽,医生劝告,要想血糖稳定,这几种蔬菜可以多吃。 当人们了解血糖控制,常常会想到要减少糖分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。 但是你知道吗,有些蔬菜也可以是控制血糖的小帮兽吗? 在日常饮食中加入这些蔬菜,不仅可以丰富菜谱,还可以帮助维持血糖的稳定。 某日清晨,陈阿姨像往常一样去公园散步,公园里人来人往。 一群退休的老人在晨练后围坐在长椅上聊天,话题从天气聊到了健康问题。 偶然间,陈阿姨听到旁边的几位老人在谈论秦菜,说她是控制血糖的好帮手。 这话让陈阿姨心头一动,因为她最近的血糖检测结果有些高, 一直在寻找自然而健康的调节方法。 早上的阳光透过树梢洒下。 陈阿姨沉浸在她的思考中,她今天正好有一个预约, 要去医院做例行的糖尿病管理检查。 想到这里,她决定到时候要问问医生, 看看医生对于芹菜和其他蔬菜在糖尿病饮食中的看法。 到了医院,陈阿姨按时进入了检查室。 医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内分泌科专家, 名叫赵医生。 赵医生认真查看了陈阿姨的最近几次血糖记录和其他相关检查结果。 见到医生, 陈阿姨就把她在公园听到的关于芹菜的讨论转述给赵医生听。 赵医生微笑着听完陈阿姨的叙述, 然后开始解释芹菜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它富含纤维、低热量, 还有助于控制血糖, 但是除了芹菜, 还有一些其他蔬菜也非常适合糖尿病患者。 赵医生从桌上拿起一张表格, 上面列出了一些适合糖尿病患者的蔬菜及其营养价值。 他继续说道, 例如菠菜和甘蓝, 这些绿叶蔬菜富含铁质和钙, 而且非常低糖。 还有西兰花, 它不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K, 还还有一种叫做硫丸的化合物, 有助于降低血糖陈阿姨认真听着。 不时点头, 赵医生还提到了一些科学研究, 比如一项研究显示, 常吃富含各的食物可以帮助改善胰岛素的作用, 而绿叶蔬菜正是各的良好来源。 我们的饮食应该多样化, 赵医生建议陈阿姨不仅仅局限于芹菜, 多种蔬菜的组合可以提供更全面的营养, 也更有利于血糖控制。 陈阿姨听了赵医生的建议, 感觉收获很大, 她决定回家后会试着调整她的饮食习惯, 增加这些推荐的蔬菜。 赵医生还给了她一个蔬菜摄入的参考表和一些简单的食谱, 方便她在家尝试。 记忌碰到王大妈之后, 陈阿姨回到家, 满脑子都是赵医生所提到的关于蔬菜和血糖控制的信息。 她决定再次回访赵医生, 进一步探讨一些更具体的问题, 特别是关于一种显为人知但非常有趣的观点, 食物的颜色与血糖控制的关系。 几天后, 陈阿姨在预约的时间来到了赵医生的诊室。 赵医生见到她, 便微笑着迎接, 询问她的境况。 陈阿姨开门见山地说, 赵医生, 上次我们聊到了多种蔬菜可以帮助控制血糖。 我在想, 这些蔬菜的颜色是否也有特别的意义呢? 比如说绿色, 红色或黄色的蔬菜。 赵医生点头,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。 陈阿姨, 实际上, 食物的颜色确实和它们的营养成分紧密相关, 这也间接影响了它们对血糖的控制。 让我来具体解释一下, 它继续解释道, 比如绿色蔬菜, 它们通常含有大量的叶绿素, 这是帮助植物光合作用的绿色色素。 绿色蔬菜, 猪如菠菜, 芹菜之类, 不但纤维含量颇高, 而且富含美元素, 利于优化胰岛素反应, 进而助力血糖的管控。 但除此之外, 其他颜色的蔬菜也有其独特的好处红色蔬菜, 如西红柿和红椒, 富含番茄红素和其他类胡萝卜素, 这些都是强大的抗氧化剂, 能够帮助降低炎症, 并可能对抗糖尿病相关的并发症, 而黄色或橙色蔬菜, 如胡萝卜和南瓜,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和其他类胡萝卜素, 这些不仅能够支持免疫功能, 还可以保护视力。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, 尤其重要, 因为糖尿病经常会影响视网膜, 陈阿姨聚精会神的听着, 偶尔点头。 赵医生的解释让他对于平时看似普通的蔬菜, 有了全新的认识。 赵医生又说, 其实, 我们可以根据蔬菜的颜色来设计我们的饮食, 确保我们从不同类型的蔬菜中获取多样化的营养。 这样的饮食习惯不仅可以帮助血糖控制, 还能提升整体健康, 陈阿姨感到非常兴奋。 她决定回家后要尝试按照赵医生的建议, 增加更多颜色的蔬菜到她的饮食中。 她还特别询问了一些具体的食谱, 赵医生也热情地分享了几个简单一做的多色蔬菜料理方法。 在结束访问时, 陈阿姨感激地对赵医生说, 真没想到原来蔬菜的颜色还有这么多学问。 谢谢您, 赵医生让我学到了很多。 赵医生笑着回答, 不用谢, 陈阿姨, 健康生活, 从了解我们所吃的食物开始。 希望这些信息能帮助您更好的管理您的血糖陈阿姨离开医院时, 心中充满了新的思考和计划。 她决定将这些有趣的知识分享给她的家人和朋友们, 希望能够影响更多人关注他们的饮食和健康。 那么, 哪些蔬菜更适合糖尿病患者呢? 一, 大蒜。 大蒜有降血脂, 防止动脉周样硬化。 抗肿瘤, 降血糖, 降血压等作用。 大蒜的汁液可以降低糖尿病患者的血糖。 值得注意的是, 食用大蒜降血糖时, 应导角取脂服用或者嚼食大蒜瓣, 不仅有降血糖作用, 还有辅助降血压, 降血脂作用。 二, 洋葱。 洋葱中含有类似降血糖的药物, 甲本黄丁尿类物质。 可选择性的作用于胰岛B细胞, 促进胰岛素分泌。 恢复胰岛的代偿功能, 从而降低血糖。 对于中老年二型糖尿病患者, 洋葱不仅可以降血糖。 防治糖尿病, 还具有防治糖尿病并发症, 如高脂血症、 肥胖症、 脂肪肝、 高血压病, 关心病的作用。 应注意的是, 为了防止营养物质的破坏, 炒食时不宜加热时间过久。 三, 卤笋。 卤笋所含的香豆素等化学成分, 有降低血糖的功效。 临床显示, 卤笋消除糖尿病症状的作用明显, 不止可降低血糖水平。 减轻临床症状, 还可防治其并发症如肥胖。 视网膜损害, 高血压等。 四, 马齿腺。 古籍中记载, 马齿腺有消渴的作用。 马齿腺中含有高浓度的去甲肾上腺素或二强基本义案。 马齿腺中的去甲肾上腺素能促进胰岛B细胞分泌胰岛素, 调节人体糖代谢从而降低血糖水平。 五, 芹菜。 芹菜中含有的芹菜碱有降压安神作用。 芹菜还有加速脂肪分解的作用。 所以, 对于二型糖尿病扮肥胖症患者来说, 吃芹菜大有益处。 经常吃芹菜不仅有助于降低血糖, 而且还可防高血压病、 肥胖症、 冠心病、 高脂血症等。 六, 胡萝卜。 胡萝卜有降血糖作用。 有人已经从胡萝卜提取物中分离出了一种降血糖的有效成分。 胡萝卜含有琥珀酸甲盐, 有降低血压作用。 胡萝卜含有大量胡萝卜素, 能产生大量维生素A, 可大大降低癌症发病率。 由于胡萝卜素需溶解在动物脂肪里才能被吸收。 因此, 胡萝卜一顿肉吃或炒肉吃。 因此, 常食胡萝卜不仅降低血糖, 还可防治糖尿病病发症, 像高血压病、 视网膜损伤、 神经组织损伤等。 七, 南瓜。 人体缺乏微量元素骨是糖尿病发病的原因之一, 因为骨是胰岛细胞维持其正常功能所必须的微量元素, 而南瓜中含有丰富的骨, 正是其防治糖尿病的关键。 此外, 南瓜中还含有丰富的果胶。 果胶在肠道内可形成一种凝胶状物质, 延缓肠道对糖极支质的吸收, 从而可控制餐后血糖升高。 另一方面, 果胶有极好的吸附性, 能提高胃内溶物的粘度, 减慢糖类物质的吸收, 并且推迟胃内食物排空, 从而降低血糖。